李多人不管 这次来的呢非常高兴 感谢校林大会上海东方卫视给我们这个机会 对跟大家见面 上海的观众也都认得我 谢谢你们的欢迎 上海到底是大城市 对热情 热情 礼貌 你看我这么多年没来了 观众都热烈鼓掌欢迎 认识您 不过上海这个观众啊 也不是好惹的 是啊 大家不要误会 我说这个不是好惹的 他挂引号 就是说你们的欣赏能力强 欣赏水平高 该鼓掌的就鼓掌 对 刚才大家鼓掌欢迎谁呢 欢迎谁呢 如果我想对了大家的鼓会掌 就我们两个人来说 主要的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 加能加能 您说各位观众鼓掌是欢迎你一个人 因为大家在电视机里看到过我老李的节目 都知道我的语速快嘴怪 管我叫李快嘴 所以说大家都欢迎我 欢迎你 对 那么我呢 你啊 你跟我就是在电灯套上抹点胶水 这话怎么讲 这话怎么讲 沾沾蛙 哎呀 您哪 说的不对 我说的正确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我是主演 有的观众爱听你 他也有的观众爱听我 那可不一定 有的观众是给你鼓掌的 也有很多的观众是给我鼓掌的 我也谢谢大家 有没有给我鼓掌的 没有不开张的油烟链 这叫什么 真有给你鼓掌的 就是 你注意看啊 凡是鼓掌的那个 怎么样 都是你表叔 谁说的 像话 讲个句笑话 开玩笑 我好多年没来了 给大家说个笑话 您不高兴了 您这是开玩笑 说个笑话 玩笑开的过重 相声演员嘛 不说不笑不热闹 我这个笑话怎么着 稍微有点过重 尺度没掌握好 对对对 您不高兴了 就是 我表示遗憾 我对不对 对 我的缺点 就是 我的错误 我对不起你 你向我道歉吧 我对不起你 那得你向我道歉 我向你道歉 怎么道歉呢 北方人道歉呢 跟上海人差不多 讲住鞠躬 鞠躬代表平时道歉 客气了 何老师 我对不起你 我给你鞠躬了 太不像话了 要这样鞠躬的 现代话 没听说过 你会鞠躬 忘掉了 这么大人连鞠躬 都不会 学习 你要是不会鞠躬 我可以教给你 学习学习 鞠躬应该是这样 比方说对不起人家 站好了 向人家道歉 鬼鬼祭祭的 怎么个居法 李老师 有什么事情 我给您鞠躬了 我给您鞠躬了 下次不要这样的 哎呀 我给他鞠了个躬 我应当给您鞠躬 给我鞠躬 这样吧 我帮帮忙就代表 赔礼道歉了 你要帮忙说相声 说相声 相声是闻的 上海的观众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既爱闻的又爱舞的 这我知道 我好多年没来上海了 我过去说相声是闻的 这一次破纪录 我给同志们来回舞的 咱俩来回体育比赛 你看好不好 好 好 今天等会儿 这个 您的意思是什么 习体精神的 咱俩在这来一场体育比赛 体育比赛 好是好 不过这体育的项目很多呀 项目多你随便挑 我挑 我是多面熟 样样精通 全会 西足球打篮球 踢足球打篮球 足球篮球羽毛球 排球网球乒乓乓球 田径体操游泳滑冰 长跑短跑 200米400米 800米马拉西 马拉西啊 就是大家在一块跑 花马拉西了 那叫马拉松 哦 现在又改马拉松了 原来也叫马拉松 样样都行 哦 让我挑 你挑 哎 这是行吗 好 李老师 咱俩今天在这啊 来一场足球比赛 踢足球啊 行吗 踢不了 怎么呢 还在小踢不开啊 哦地方小 咱们得阴地制衣 哎 要不然咱下象棋行吗 象棋有困难啊 棋子小 观众看不见 一会儿就讨厌了 哦地方小 咱的比赛阴地制衣热闹的 哦 还得要热闹的 对 那我问问你 好 有一部电视剧 你看见过吗 哪一部电视剧 叫霍元甲 二十年前我就看过 黄元申主演 对 霍元甲怎么回事 咱俩来一场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哎 我们两个比赛武术 比赛武术 登台打类 打类 你这是个擂台 这就是擂台 你就来那个俄国大历史 破硕夫 满脸胡子一身毛 一米八六嘚嘚嘚 我上着台来用密宗拳 七十万手 呸呸呸 抽你六个耳光 最后跟你用霍家刀决战 这把霍家刀 您这叫什么刀 霍家刀 霍家刀我知道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霍家刀有一首绝招 什么绝招 宰猪 这叫宰猪啊 你就来那俄国大历史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历史 那你来谁 我来霍元甲 你来霍元甲 我来谁啊 你来那独臂老人吧 独臂老人 不行 不能比赛武术 怎么了 同志们 这个武术 我速度太快 万一要是一失手 当把鼻子打破了 我这么老远来的 大家看着心里都也不露人 那怎么办呢 我挑个项目比赛 既保险又安全 哦 你知道现在的观众需要什么吗 需要什么 需要开心 需要乐呵乐呵 这种比赛 大家总高兴 比赛什么吧 咱俩比赛一回啊 吹牛 大家看好不好 我明白了 您这意思 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对 就是说大话 说大话 这我得问 咱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你说这些年 上海的建设 好不好啊 好啊 当年我来的时候 这此地最高的那个楼 就叫国际饭店 还有一个永安大楼 对 就是在先师公司对面的那个地方 现在都不行了 现在成小个子兵了 对对对 现在这个大楼好家伙 科学发展高楼大厦 这些成绩啊 天上不能掉馅饼 对 都是我们的领导和我们上海的群众 干出来的 没错 说明一个道理 你只要干就能有成绩 如果说调过来说 懒惰 不干 老吹牛 那就吹出滑稽来 咱给大家开个心 吹回牛让大家看一看 吹牛人是多面的可笑 多面的滑稽 说明就明 你我 双方吹牛牛 进入场地 我还要入场式 预备 七 一 二 六 你好 你好 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 我学习你吹大牛 我学习你 说大话 这叫什么玩意 向你学习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009年 全国吹牛甲鸡队联赛 吹牛还有甲鸡队 现在开始 走跃 还走跃 您这什么乐器啊 这是吹管乐 吹管乐啊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吹牛曲 好 全吹到一块去了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谁呀 全国吹牛记录保持者 那位 杜国之老师 哦 我 开始吹牛 同志们 热烈欢迎啊 好 开始吹 这个 我先吹 你先吹 观众同志们 我 现在 就要开始 吹牛了 祝你成功 吹出亚洲去 实际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有两次就行了 今天呢 我是既来之 则吹之 那当然 各位观众 比别的我不行 要说吹牛啊 在座的这么多位观众 包括你李伯祥 你们哪位 也比不了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你不行 我有四十年的吹牛经验了 我告诉你 我的能力可比你大 我的本事比你高 我相声比你说的好 我的相声比你说的棒 我的相声能把观众逗乐了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讲笑了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我能把你说的上边吐下边谢 不是 不是你的传播火了 本事比你大 告诉你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我的相声比你的贡献多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 我怎么晓得 我告诉你啊 山西省的省会 山西省的省会 太原市 有个太原市 太原市的郊区有个大歌舞厅 有个歌舞厅 这大歌舞厅啊 前些日子着火了 这可咋办 就这个大火呀 烧了三天三夜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 他愣没救命 这不危险了吗 最后用小摩车把我给接去了 接你这个大胖子干什么 到那以后我冲着这个大火 嘚啪啣 嘚啪嗚啪嗚嗚嗓说了这一段相声 您再看那大火 我瞧这火头 吃溜 见少 吃溜 他灭了 吹 我的相声能救火 相声能救火 赶不上我 你也比不上我 你怎么样 离我们上海不远 有一个乌锡市 乌锡 乌锡市那还有一家奶牛厂 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 领导集坏了 赶紧拿直升飞机 把我李博翔借去了 我到了奶牛厂之后 我就嘚啵啵啵啵啵 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 哎呀 感动的那些奶牛啊 顺着眼镜里头 往外汆牛奶呀 哇 哎呦 行了行了行了 了不得了 怎么了 牛奶太多了 开始防汛了 牛奶防汛呢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 那你也没我作用的 比你强 告诉你 离之不远 还有个苏州市 有个苏州市 苏州市有一个苹果园 哦 有个苹果园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 说什么 他也不长个儿了 做客咋办 又把我给请去了 你接下 我站在那苹果树底下 冲着那苹果 嘚啵啵啵啵啵啵 又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哦 你再看那苹果的个头 我瞧瞧 呼呼 呼你妈呀 呼老太太 变了大气球了 吹 哎呀 各位观众 啊 这杜老师真能吹啊 你来 我李博翔 得卖点力气 啊 就说咱们上海市吧 上海 上海市郊区 去有一间养鸭厂 哦 这是鸭子两年都不下蛋了 鸭子不下蛋 领导急坏了 捡了馋怎么办呢 赶紧拿小汽车 快把李博翔老师接来吧 谢谢你 我到了养鸭厂之后 我就说了一段 大家经常在电台里 听到的我那段 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哪一段 我说了一段 叫爆菜名 这段可不错 真卖力气 我说的是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鱼 芙蓉菜 炒虾仁 会虾仁 红丸子 白丸子 溜丸子 扎丸子 南接丸子 四起丸子 仙虾丸子 鱼腑丸子 鸽子丸子 豆腐丸子 穿丸子 我这个嘴啊 跟机关枪似的 说得我满头大汗 这鸭子受感动了 鸭子心里想啊 鸭子我们两年多都没下蛋了 人家老李这么老远 给我们说相声 我们要再不下蛋 太不够朋友了 这次不但要下蛋 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 报答李老师 对我们的好处 想完了之后 怎么样 吓出两条骆驼来 哎呀各位 这鸭子吓骆驼呀 这就叫超级骑鸭鸭 那你也不如我 你还是插地员 我的相声 我的相声能治病 我的相声能医疗 我的相声治伤风 我的相声治感冒 我的相声治头疼 我的相声治 治什么 治脚气 脚气 白严灵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治什么大病 上回啊 上回有一位老太太 上一次有一位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怎么样 瘫痪了八十多年了 那当然了 八八八八八八十多年了 嘿嘿 中医西医都请到了 他愣没治好 危险了 最后又把我给接去了 把你接去了 进门以后 我先给老太太 鞠了一个躬 很可惜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 嘚啵啵啵啵啵啵 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 一甩拐棍 怎么样 上北京鸟巢参加奥运会去了 吹 怎么样 这杜老师哥太能吹了 你来 我这玩这命的吹了 你来了 上个星期二 我悄悄的来了一趟上海 来这了 我到曹西路 我到龙华去了一趟 龙华 我到火葬场里边 说相声去了 刚说了三分钟啊 就出了问题了 怎么了 连活的带死的 蹦起来一块回家了 走该走 他把死的了给吹活了 就是我老李这相声能够起死回生了 那我要比你强 我还是比你好 你看这我这人了吗 你这个人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你不行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我失业就上大学了 不行 我十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我九岁就当科学家了 我八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我七岁我就结婚了 我六岁我儿子就失散了 六岁儿子失散了 随便吹吧 吹牛又不罚款 行行 要冲你这么说呀 我五岁就长老人帮了 我四岁就抬头纹了 我三岁就驼背了 我两岁开始就掉牙了 我一岁头发就白了 糟糕他们这一字给扎你去了 你可没岁数了 没岁数也比你强 怎么呢 没生下来我就退休了 哎呀不像话 你像话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我提前完成任务 那你也不如我 比你强 看见了吗 我的个子比你高 我比你大六岁有点驼背了 实际上我比你高 我高我高 我两米六九 我三米七八 我一天长一尺 我一夜长一丈 我跟金茂大厦一边高 金茂大厦比我矮半头 飞机从我腰子飞 卫星从我脚下过 我高 我高 我脑袋顶着天 是俩脚踩着地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不倒头了 你没法再高了 还是我比你高 怎么呢 我对上嘴唇爱着天 下嘴唇爱着地 爸 哎呀 你上嘴唇爱天 下嘴唇爱地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你那脸呢 我们吹牛人都不要脸